咱们今天来说一件发生在潮湖的杀人分尸案 说起潮湖 安徽的朋友不会陌生 潮湖曾经是安徽省的一个地级市 位于安徽省中部 为什么叫潮湖市呢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五大淡水湖 对吧 潮湖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在2011年的时候 潮湖就撤销了 那么原本狭属的居潮区 河县吾围寒山卢江 就分别划给了河肥吾湖和马鞍山 这三座城市 咱们说的这起案子发生的时候 还有潮湖市呢 但是距离撤销也不远了 这案子就发生在2011年 2011年3月28号下午3点15分左右 家住潮湖的50多岁的江胜勇 还有他的两个老兄弟老朋友 胡小红 李明 仨人呢就约好了 到居潮区 沃牛山街道 刘敦村附近的一个池塘去钓鱼 他们来到池塘边上 三个人呢 一字排开 都准备在那选点头神的时候 突然呢 李明就发现这鱼塘里边飘着一个皮箱子 这皮箱子看上去呢 还挺新的 李明还纳闷呢 哎呦 谁把这么新的一皮箱子扔池塘里边的呀 啊 他抱着好奇的心理 就把这箱子打捞上岸了 仨人呢 都挺好奇 三下五出二 把箱子就打开了 这一打开 可把他们吓了一跳 李明啊 大惊失色 快快快 快来人呢 这池塘里边 捞起来一箱子 里边有石块 附近的老百姓听说之后 胡拉抄的也过来了 潮湖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110报警服务台 接到报警之后 居潮分局刑侦大队 还有辖区派出所的民警 都迅速的赶到了现场 经过现场勘察 这个旅行箱里边啊 有塑料薄膜 那么这塑料薄膜包裹的东西 就是石块 据初步判断 死者是女性 这石块呢 没有脑袋啊 只有躯干 还有上肢 也就是胳膊 最终定性为 这是一起杀人分尸 并且抛尸 于塘的恶性命案 事发地点 也就是这个于塘 紧临宾湖旅游观光大道 这刘敦村 这于塘啊 有一个看守的大爷 叫刘军应 这刘军应呢 就跟这民警说 我前几天呢 就看见这个黑色的箱子 在水里边飘着了 于塘附近呢 有几栋房子在拆迁呢 我们还以为是拆迁户扔的垃圾呢 所以谁也没在意 也没捞上来看 哪知道这箱子里边竟然是死人呢 杀人分尸抛尸 这在所有的刑事案件里边 这算是极其严重 极其恶劣的案子了 所以一时激起千层了 案情迅速汇报到了分局和市局之后 市区两级公安机关 立即启动命案侦破机制 迅速组织精干警力 赶到现场进行实地勘察和调查走访 三二八恶性杀人分尸案 发生在潮湖城乡结合部 甭管是各级领导 还是当地的老百姓 都是高度关注啊 也是 在一个小城市里发生了这么恶性的案件 老百姓都感觉呀 安全感是荡然无存 到底是谁下了这么重的狠手啊 时任潮湖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 听取案件汇报之后 也做出了批示 要求全体参战民警 坚定信心 做好打恶仗 硬仗 持久仗的准备 强力攻坚 一定要把此案攻破 市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也是亲自到了一线 指导侦破工作 接到报警之后 局朝分局的局长 副局长 刑警大队的队长 也都第一时间赶到了案发现场 省公安厅啊 还派出了计真专家 法医专家 立刻赶到现场 指导侦破工作 市公安局 刑侦支队 分局的刑侦大队 抽调了多名经案警力 成立了三二八 杀人分尸案专案组 三月二十八号 晚上八点来中 各路人马 算是汇聚极了 专案组召开了 第一次案情分析会 在会议上 局朝公安分局的局长就提出来 对于我们目前来说 侦破此案的重中之重 就是查找师员 划定侦查范围 警方经过讨论 认为啊 现在得从证据入手 要想着把案子办成铁案 那么必须得有铁证 全警动员 立足本地 扎实开展基础工作 尤其非常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 要广泛的发动老百姓 要依靠老百姓 3月29号上午 法医通过对尸体进行检查 确定受害人颈后部 也就是啊 后脖子这块 有一颗前臂大小的黑质 这个特征非常明显的 很少有人说 整一颗黑质有钢磅大小吧 是吧 同时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咱们之前不是说了吗 这尸块有俩胳膊呀 一共10个手指头 有9个手指头得了灰指甲 就咱们知道的那得了灰指甲 一个传染俩 死者的身高呢 应该是在1米55到1米6之间 年龄是45岁到50岁之间 是女性 这些明显特征 这都为寻找师员打下了基础 瞬间哪 有着各种明显特征的寻师信息 就通过潮湖电视台 潮湖报社 潮湖广播电台等各大媒体 进行滚动播放 社区民警 也在潮湖市中心区域 20公里范围之内 张贴任师启示 广泛的征集线索 与此同时 专案组可没闲着兵分多路 一路人马 在分局副局长的带领之下 结合死者特征 衣着排查近期的失踪人员 疏离可疑的警情 查找师员 一路人马呢 在市局刑警支队队长的带领之下 全面开展情报信息研判 明确犯罪嫌疑人 抛尸往来的路线 既然不是在这杀的 你是在这抛尸的 你总会搬着尸体 拎着箱子过来吧 然后你会走吧 就查这路线 还有一路人马呢 在分局刑侦大队队长的带领之下 深入查访室内各大市场 商场和小商品市场 查找现场的物证来源 比如这箱子 哪买的呀 还有一路人马呀 在分局刑侦大队 副大队长的带领之下 向潮湖各出租汽车公司 发出通知 排查案发期间 途经现场的出租车的信息 可以说是非常全面了 只有尽快的找到师员 这才能打开破案的突破口啊 各大媒体发布信息之后 从3月29号下午2点 到3月30号下午5点 一天多的时间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110报警服务台 叮铃铃的那是电话不断 热心群众啊 先后向警方提供了52条线索 甭管是什么线索 来一条 专案组 就得仔细研判 仔细甄别 仔细调查 最终这52条线索 都被一一排除了 到了30号晚上9点左右 专案民警在排查过程之中 得到了一条重要的消息 有一个群众啊 向走访民警反映 说我家隔壁的女邻居啊 3月20号出现的 现在还没回来呢 这名专案民警 把情况向专案组反映之后 专案组立刻增派了5名民警 赶到这个群众的家里边 这儿呢 是潮湖市草城街的一处出租屋 经过比对 民警们就发现 这个热心群众的描述 跟警方发布的巡视信息特征 能够完全吻合 经过调查 这失踪的女邻居啊 叫尼如 48岁 潮湖人 离婚了 没有工作 那么这个信息被反映上来之后 接下来就是进行进一步的比对 那么 经过比对之后 死者到底是不是尼如呢 凶手又是谁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民警啊 得到了重要的线索 有热心群众啊 反映情况 说有个女邻居叫尼如 她呢 3月20号出现的 到现在 没回来 这个女邻居 所有的这些特征 跟这个巡视信息上 死者的特征 都非常的吻合 于是民警啊 决定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和比对 31号凌晨一点时分 民警们也顾不上休息了 他们呢 就到了尼如的父母家了解情况 警方把巡视信息拿过来 让尼如的父母一看 父母当时啊 心态就崩溃了呀 这是我的女儿啊 太像了 同时呢 在尼家也提取了尼如生前的遗物 进一步证实 死者就是尼如 凌晨一点五十分的时候 另一路民警了解到 尼如生前呢 跟一个单身的男的 来往比较密切 经过调查 这个男的叫徐家丽 案发当年呢 五十八岁 早些年呢 就替人杀猪宰牛的 就是个屠户 近些年呢 不在村子里边了 在潮湖的多家医院 当台师公 长得胆子大 早些年杀猪宰牛 现在台个死人 人不害怕 是哪儿的人呢 是居潮区 中复镇 东徐村人 他是自己一个人 在家独居的 据尼如的邻居反映啊 说尼如失踪之后 这个叫徐家丽的人 多次前往尼如的出租屋 搬运电器 搬运衣服 邻居们也都纳闷 怎么着了 这这尼如不在这住了呀 感觉徐家丽的行为 就非常的反常 专案组 对这些获取的有关信息 加以仔细甄别 最终认定徐家丽 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既然签订了犯罪嫌疑人的目标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争取时间 找到这个徐家丽 凌晨两点的时候 专案组发出了抓捕令 各位凌晨两点呢 正是最黑的时候啊 加上这东徐村 地处交通要道 外人一进村啊 因为村子里边恨不得 家家户户都养狗 这狗就得叫唤 你一叫唤就容易打草惊蛇 让犯罪嫌疑人潜逃 所以专案组果断决定 12名抓捕民警 先别进村 只在进村的五个路口 设卡守候 早上7点20的时候 坚守在东徐村外围的专案民警 接到了新的消息 他们呢 是派了一个村民进村打探 徐家丽的下落 说犯罪嫌疑人徐家丽啊 刚刚从一条废弃的村中小路出门了 那么他去哪了呢 咱们呢 来说说这徐家丽的行动轨迹 3月31号上午7点20 在潮湖市居潮区中复镇东徐村 公交站台对面 一个男的一边打着手机 一边警惕的向四周东张西望 当他确信周围没有危险之后 快速跨过马路中央的绿化带 刚刚进站了一辆十路公交车 他赶紧跑上前去就上了车了 这个男的就是徐家丽 表情啊 显得有些疲惫 看他的穿着呢 又像是经过刻意打扮的 专案组得知徐家丽上了公交车了 赶紧调整警力 在十路公交车进城所经过的 五个公交站台都部署了警力 早上七点四十六分 十路公交车停靠在了潮湖市东风路 新华书店站台那 这时候啊 两辆民用轿车 一前一后把这公交车可就拦住了 这两辆轿车里 一共是有六名专案民警 由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向士军带领着 干嘛呀 抓徐家丽呀 一瞬间 两名专案民警下海滨周勇 一前一后堵在了公交车的前门 四名民警直奔车厢后排就聚拢过来 向士军上了车之后 向驾驶员亮明了身份 这时候啊 徐家丽发现情况不对 可是想逃跑已经来不及了 冲在前边的大高个民警 一个剑步 把这徐家丽拦腰壳可就抱住了 与此同时 另外两个年轻的民警 已经冲到了徐家丽的面前 三个人合力 把徐家丽就按倒在了车厢的过道之上 抓住徐家丽之后 民警们也都很兴奋的 之前他们已经为了徐家丽 连续奋战了65个小时来 吃不得吃 睡不得睡 31号早上八点整 押送徐家丽的警车 缓缓的驶进了潮湖市看守所 办齐了入所手续之后 值班民警把徐家丽押往监视 徐家丽到案之后 专案组呢 一方面组织开展审讯 另一方面全面收集相关的外围证据 经过审讯 徐家丽交代了杀人分尸的犯罪事实 那么他跟尼儒是什么关系 他为什么要杀害尼儒呢 原来2010年初的时候 徐家丽觉得总单身 那也不是回事啊 可是真去找女朋友去 自由恋爱去 我这快六十的人了也找不着了 那去婚介所看看去吧 让人给介绍吧 通过婚介所的介绍和尼儒就认识了 尼儒呢也离婚了 自己一个人也得找个伴啊 俩人互相之间呢 也还挺满意 就正式开始交往了 可是交往之中啊 尼儒发现这徐家丽 可不是什么好人啊 最起码对感情不负责 为什么呀 你都找着对象 咱俩都谈起恋爱了 这徐家丽还经常出去嫖娼去 尼儒当然不愿意呀 所以呢 就经常吵架 进而有了很深的矛盾 2011年年初的时候 徐家丽呀 就认为尼儒一次又一次的跟他争吵 实在是太烦了 哎呀 已经不爱这尼儒了 甚至开始恨尼儒了 就有了想杀掉尼儒的念头 2011年3月20号 徐家丽所有的准备工作 都已经做好了 就要动手了 他呢 打电话给尼儒 让尼儒啊 到他家一趟 把尼儒骗到家中之后 当天晚上就把尼儒给杀了 并且进行了肢解 肢解这事他熟啊 他早年间那就是宰猪杀牛的呀 肢解之后 把这些尸块 分成了几份 分别抛尸在了 宾湖观光大道的一个桥底下 还有居朝区 卧牛山街道 刘敦村附近的鱼塘里边 2011年4月1号 警方根据徐家丽的口供 先后在这些地点 打捞起了剩余部分的尸块 2011年4月2号 犯罪嫌疑人徐家丽 在警方的压戒之下 指认作案现场 当天上午啊 潮湖式的老百姓们 可以说啊 没别的大事了 大家都是奔走相告啊 都说 这犯罪嫌疑人抓住了 这个老小子是真狠啊 压戒他的车队 每到一处都有老百姓 在那夹道欢迎 在那拍手称快 其实啊 在这起案子里面 尼如完全有希望 有可能避免最终自己的悲剧 你是在恋爱期间的 你们只是通过婚介所 介绍大桥的呀 尽管说已经正式交往了 但没结婚吧 没步入婚姻生活吧 你发现了南方开始嫖娼了 跟你吵第一回 你改不了 吵第二回你改不了 这时候就应该放弃幻想了 及时的远离这个人了 再者说了 即使步入婚姻之后啊 发现了对方有这种嫖娼行为 对感情不负责任的行为 一而再再而三 屡教不改 那怎么办 也应该考虑是不是终止这段关系了呀 所以啊 在感情生活之中 要学会及时止损 咱们呢 再来说说这徐家丽 你嫖娼 这是你自己不对呀 对方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你吵架 不仅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 甚至还开始怨恨对方 这些咱们不谈 你恨上对方了 咱跟他分手不完了吗 啊 你不跟他过了不就完了吗 又何以发展到最后杀人这一步呢 我们说过的很多类似的情杀案件啊 往往都是由一开始的矛盾不断的激化 最终啊 又不会及时止损 不会如何化解情感里面出现的危机 从而导致血案导致悲剧的发生 希望恋爱之中的男男女女 婚姻之中的男男女女啊 都学会及时止损 学会认清楚对方的真面目 学会如何的保护自己 咱们本期节目啊 来说一起百草窟杀人事件 2016年1月21号中午的时候 在安徽省全郊县有一个家具厂 在这家具厂里边啊 有一个女工叫张慧 这一天呢 她正在家里边午休呢 忽然就接到同事打来的电话 慧慧 不好了 你家老刘啊 中午在食堂吃完饭 上吐下谢 已经送县医院去了 你快去看看吧 张慧呢 一听说之后 赶紧穿上外衣 就赶到了全郊县医院 她的丈夫啊 姓刘 叫刘福德 刘福德当时 正躺在病床上输液呢 一看那脸色 刷白刷白的 俩眼呢 也在那儿闭着 额头上啊 都是汗珠子 张慧上去就赶紧问这刘福德 老刘 老刘 怎么回事啊 刘福德呢 有气无力的就说 吃完饭难受 不知道怎么了 张慧一看 你这肯定是食物中毒了呀 旁边呢 就是刘福德的表弟 他这表弟啊 叫孙铁 也是这个家具厂的老板 孙铁就说 哎呀 问题是大伙 中午都吃的一样的饭菜 别人怎么没事啊 听孙铁这么一说 张慧啊 也不吭声了 1月22号 也就是转过天来 刘福德的病情 突然加重 出现了急性肾衰竭 被迅速转往了 除州市第一医院 两天之后 又因为多器官衰竭 除州市第一医院 也解决不了了 就送到了 南京市鼓楼医院救治 医生为刘福德 抽血化验之后 脸色非常凝重的 就跟孙铁说 患者的血液里 含有农药 百草枯的成分 百草枯 大家都不陌生 我不知道最近大伙 有没有看热播电视剧 爱上特种兵啊 在那里面 有一个小女孩自杀 就喝的百草枯 后来呢 又经过了各种 最先进的疗法的治疗啊 又经过了 这个换肺的治疗 最终依然没能够救回一条命 鼓楼医院的医生啊 就跟孙铁说 这百草枯呢 是一种快速灭生性除草剂 对人的毒性极大 并且没有任何特效的解毒药 摄入量 如果每公斤体重达到了20毫克到40毫克 除了胃肠道的症状之外 还会有多系统损害的表现 短的几天 长的几周 就会出现肺纤维化 大部分两周至三周之内 就会导致人的死亡 中毒的死亡率 可以达到90%以上 孙铁听完之后 非常的吃惊啊 我表哥 怎么会百草枯中毒呢 如果说是有人 往这厂里的食堂里边下毒的话 那么肯定不止他一个人中毒啊 事情重大 孙铁呢 思来想去 决定向全郊县公安局报案 全郊县公安局刑事侦察大队 时任大队长王家明王队 带领着刑警 就赶到了南京古楼医院调查 此时的刘福德中毒已经七天了 经过询问 奄奄一息的刘福德呀 反正断断续续的 就跟警方讲述了自己发病当天的情形 这刘福德呢 平时总是咳嗽 所以啊 就经常喝那个咳嗽亭糖浆 喝这止咳糖浆 能够缓解一下 当天呢 他的妻子张慧就给他买了糖浆 刘福德临上班之前 怕下午还咳嗽 就喝了一瓶盖糖浆 中午在单位食堂吃的饭 没过多久就发病了 随后警方又问询了张慧 张慧说呀 那糖浆是1月20号 我在华大药房 给刘福德买的咳嗽亭糖浆 他喝剩下的糖浆还在家里呢 那么会不会是这瓶糖浆 被人动了手脚呢 警方随后赶到刘福德家 果然找到了一瓶 已经开封的咳嗽亭糖浆 经过技术检验 这瓶糖浆里啊 并没有白草枯的成分 就在警方展开调查的时候 医院那边传来消息了 刘福德因为中毒 导致多器官衰竭 2月1号经抢救无效死亡 很显然刘福德是被人投毒致死 那么他体内的白草枯 到底从何而来 警方决定走访那些农产品店啊 调查白草枯的来源 经过连续走访 民警呢 在距离家具厂不远的一个农资店里边 查到了线索 据这个小店的老板反应啊 说有一个女人 那口音是不是什么云南广西那一带的口音呢 反正来买过白草枯 因为冬天呢 不用除草 所以买白草枯的人特别少 这样才让这个老板 对这个女人印象深刻 一听到云南口音 孙铁就是云南人啊 他的家具厂也有不少云南老乡在打工 警方就来到了家具厂走访 可没发现外表啊 行貌啊 跟那个农资店老板描述相符合的女性 然而民警在刘福德工具乡旁边的一个直篓子里 却发现了一个可塑亭唐浆的包装盒 警方把这个包装盒拿回去 与从刘福德家里提取的可塑亭唐浆的瓶子 做对比 这一对比才发现 这二者的批号是不一致的 也就是说 那个瓶子跟这盒子 它不是一套 这就是说工厂里边的那瓶唐浆和家里的唐浆 很可能是被人给调包了 民警这时候就把调查重点放在了这唐浆上面 随后警方呢 到了华大药房调取了监控视频 发现1月20号傍晚6点33分 张慧走进大药房买了唐浆 然而1月21号傍晚6点3分 张慧又来到大药房 又买了一瓶唐浆 照理说 你要吧 一回买两瓶 是吧 你要吧 买一瓶先喝着 喝完再买另一瓶 怎么可能紧挨着两天就买两瓶呢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疑点 那就是张慧跟警方 可是只说买了一瓶啊 他为什么要对民警撒谎呢 送捡的唐浆里边是没有白草窟 那么刘福德喝下去的另一瓶唐浆里边 会不会有白草窟呢 民警于是拿着张慧的照片来到了那个农资店 农资店老板这么一看 对对对对对 就就就就是他 就是他来买的白草窟 2月12号 警方传唤张慧 面对警方的讯问 张慧呢 倒是也没避讳啊 坦白就承认了 是我杀了刘福德 我先后买了两瓶糖浆 真正混有白草窟的糖浆 已经被我给扔掉了 不过张慧呢 也在那说 我没想到白草窟毒性那么大 我没想杀死他 只是想把他的性功能搞衰竭了 把他搞成废人 当年2月13号 张慧被依法刑事拘留 那么咱们来说说张慧跟刘福德 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愿呢 他为什么要给刘福德下毒 并且为什么特别强调要废掉他的性功能呢 张慧跟刘福德呀 都是云南省宣威人 两个人的父亲呢 曾经是一个工厂里边的同事 张慧的父母呢 一共是有四个孩子 张慧是老大 也是唯一一个女孩 因为家庭条件啊 比较贫困 张慧就读到了小学二年级 也就辍学了 帮着父母照顾三个弟弟 刘福德家呢 就俩孩子 老大是刘福德 他还有一个弟弟 他们家的经济条件相对来说宽裕一点 在那个年代啊 大伙挣的收入都是一样的 所以谁家孩子少 那谁家日子就能好过点 这么着刘福德就读完了高中 刘福德的父亲呢 因为是看张慧从小长到大的 就感觉这孩子踏实 能干 主动登门就找到张慧的父亲 我说老张啊 你看我家福德呀 也到了娶妻生子的年纪了 咱们这两家呢 门当户对 知根知底 并且福德跟慧慧啊 也熟啊 他们俩要是能在一块 咱们这就是两好和一好 两家成一家了 对不对 张慧的父母呢 也觉得 嗯 福德这孩子不错 人这孩子呀 为人踏实 并且呢 人还高中毕业 把慧慧托付给他呀 咱们也放心 这么着就满口硬撑下来了 1996年 双方父母包办之下 19岁的张慧和21岁的刘福德 就结婚 1998年的时候 两个人呢 生了一个儿子 叫徐江 可是啊 因为他们俩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爱情啊 虽然从小就认识 但并不是说出自本心的那种喜欢 这都是父母包办之下啊 这才结合到一块的 因为感情基础并不好 所以夫妻俩呢 也经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啊 在那吵架 逗嘴 后来啊 张慧的父亲因病去世了 娘家呢 就需要张慧照顾 这一来 两口子吵架更成了家常便饭了 因为前边没有父亲了 张慧啊 就得做到一个大姐应该做的事情 对吧 得照顾弟弟们 经常拿钱呢 就资助弟弟们 刘福德就骂他 我说张慧 你家里个个都是穷鬼 是他妈废物 我还得帮你养活着他们 这日子还过得下去吗 真他妈没意思 丈夫每一次辱骂自己和家人的时候啊 张慧这心里边都恨得牙痒痒 但是再一想福德对我们家确实有帮助 甭管怎么说 他呢 该出钱的时候还是出钱 该出力的时候人也出力 而且儿子还小呢 这日子呀 只能这么将就过 就这么着 夫妻俩呀 该吵还是吵 但是日子呢 该过还是得过 那么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才让张慧痛下决心要下毒 而又是什么事情 才让张慧必须要把刘福德的性功能给他废掉呢 上期节目咱们提到了 这刘福德跟张慧两口子呀 自从结婚之后 家庭矛盾不断啊 整天的事吵来吵去 除此之外啊 还有一点让张慧受不了的 那就是刘福德在夫妻性生活方面要求很高 而且呢 总是有一些很特殊的 很奇怪的需求啊 这让张慧内心一直很憎恶 可是作为妻子啊 他又总感觉 丈夫的需求呢 应该满足 那么他就把这份委屈 就藏在心里边了 任由丈夫摆布 2009年 刘福德把儿子就留在老家 带着张慧就出去打工了 夫妻俩先后在江苏浙江等地的工厂啊 餐饮店啊 打工 虽然是起早贪黑 没少受累 可没挣着多少钱 2014年的时候 刘福德的表弟孙铁 在安徽全郊开家具厂 正在招聘工人 这夫妻俩呢 就跟几个云南老乡到了全郊 投奔孙铁去了 刘福德这人呢 干活挺认真的 愿意吃苦啊 又是孙铁的表哥 很快呢 就被提拔为了车间主任 别看是车间主任 但是还像之前一样任劳任怨 同事们对他评价也不错 可是 在外边是个踏踏实实的老好人 回到家里可就不一样了 动不动 就跟妻子张慧吵架 甚至对妻子张慧还进行性虐待 2015年5月份 在长期的性虐待之下 张慧得上了乳头纤维瘤 钢裂 以及妇科病 因为医保的关系 在老家呢 张慧呢 就自己回云南治病 刘福德留在安徽 九月末的时候 在家乡做完手术没多久 张慧就又回到了全郊 回来的第一晚 刘福德就要求跟他同房 因为张慧啊 身体还没恢复呢 所以就拒绝了 刘福德破口大骂 你就是个废人 不中用的东西 张慧大老远的从云南赶回安徽 累的都不行了 迷迷糊糊都睡着了 隐隐约约还听见刘福德在那骂呢 骂的 娶你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跟个活死人睡觉 糟糕透了 随后张慧就发现 丈夫刘福德呀 有了外遇 那是一个星期天 夫妻俩呢 不上班 在家休息 张慧在给丈夫洗衣服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酒店的收据 张慧呢 就问刘福德 老刘 你上旅店干什么去了 刘福德一听 脸一下子就红了 你放我一兜做什么呀 那是外地来的客户 孙铁让我给安排住的地方 张慧不信呢 要拿着票据去找孙铁 刘福德一把夺过来 把这票据撕了一个粉碎 随后把张慧是一顿堵打 张慧怀疑 自己离开家三四个月 丈夫生理上又有强烈的需求 肯定是跟别的女人混上了 为了求证 张慧第二天呢 就找孙铁去了 孙铁就说了 没有啊 我没让表哥安排过客人住宿啊 啊 嘿 刘福德果然是撒谎了 张慧啊 虽然是生气 不过一想 还有孩子呢 他就又选择了忍受 但他没想到 刘福德是得寸进尺啊 不但变本加厉的折磨他 还公然的侮辱他 2015年11月份的一天 家具厂停电 下午才上班呢 中午的时候啊 张慧就要出门 开始去厂里了 丈夫刘福德突然来了兴致 要跟张慧发生关系 因为要赶着去上班 张慧呢 就是不同意 刘福德气得呀 抬手就甩了张慧一个耳光 你这个废人 老子找别的娘们去 说完了 摔门就走了 下午的时候 张慧发现丈夫果然没上班 直到两三点才过来 趁着刘福德一个人在办公室 张慧就问他 这几个小时 你干什么去了 你管不着 天底下的女人 不都是废人 张慧就认定丈夫 肯定是去找女人了 正想跟他理论呢 忽然有工友啊 来找刘福德 也就算了吧 反正随后的日子里啊 刘福德只要有生理需求 甭管早上晚上都强行和张慧同房 张慧如果拒绝 那就是又打又骂 张慧也生气啊 也感觉惭愧 可是这事啊 你还没法跟人说 说出去他丢人呢 15年12月份中旬 他俩又吵起来了 这回刘福德呀 不仅动手打了他 还跟他提出离婚 离婚是张慧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第一 孩子以后怎么办 第二 说出去以后 多丢人呢 想来想去 他决定找丈夫的表弟孙铁 让他劝劝刘福德 孙铁说了 嫂子你放心吧 我呀会劝劝表哥的 可是过了两天 厂里边开会 孙铁突然宣布 解除刘福德车间主任的职务 为什么呢 说刘福德近期工作呀 总出差错 降为仓库保管 散会之后 孙铁跟张慧说了 嫂子 我劝过表哥了 可他死不承认外边有人 不过他现在啊 确实工作不上心 我只能把他这主任给撸了 让他清醒清醒 照理说 你这一下子该清醒了吧 该老老实实过日子了吧 可张慧没想到 刘福德被撤职之后 变本加厉 对他打骂的更厉害了 有一回刘福德喝醉酒回来 上去就动手啊 薅住张慧的头发 就扇他耳光 你个活死人 你去找我表弟告状 在厂里砸我的招牌 你看我不打死你 打累了 又坐在椅子上指着张慧接着骂 你是废人 老子就得找正常女人 你要不离婚 我就打你 我打死你 张慧既没还口 也没还手 不过这心里边啊 可就有了计划了 他呢就想着 如果丈夫失去了性能力 就不会到外边找女人了 也不会折磨我了 怎么才能把他性功能给弄衰竭呢 啊 那天呢 张慧去菜市场买菜 在菜市场门口啊 遇上一个摆摊卖菜的老太太 老太太就跟他推销 说菜市场里边的菜啊 都打过农药 吃了会得病 这男人要是吃了打农药的菜 性功能障碍 我这菜没打农药 有虫眼子 这是绿色农产品 张慧一听 哎 对呀 哦 吃了农药性功能障碍 我喂他点农药不完了吗 1月16号 到农资店买了一瓶200克的百草窟 之所以选择百草窟 是因为在他眼里所有的农药都一样 关于百草窟到底有多大毒性多厉害 他不清楚 甚至他都没看过药瓶上的文字 因为看也看不明白 就小学二年级文化好多字都不认识 买回来之后啊 他就一直在犹豫 给不给刘福德喝下去 1月20号晚上 夫妻俩又打起来了 刘福德还是那句话 要么离婚 要么去死 晚上张慧是颠来倒去睡不着觉啊 看来这刘福德是铁了心要跟我离婚 我必须得把他性功能给弄残了 只要能保住这个完整的家庭 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可怎么让他把农药喝下去呢 哎对 老刘最近咳嗽啊 医生让他喝咳嗽停糖浆 于是他就下班的时候 到药店里边给丈夫买了一瓶糖浆 第二天早上拿出糖浆 在沙发底下找到藏起来的白草窟 趁刘福德还没起床呢 把这糖浆啊倒进瓶盖 又倒了一点白草窟 随后让刘福德起来喝糖浆 刘福德说呀 他得把这糖浆代工厂去喝去 张慧就说 我都给你倒好了 这糖浆是花钱买的 你不喝就是糟蹋钱 刘福德一看那喝了吧 随手把这空瓶盖就放在柜子上了 之后呢 刘福德去上厕所 张慧赶紧拿起瓶盖 到水龙头下边去洗去 洗干净了 把瓶盖拧上 把这瓶子呢 又放进了包装盒 刘福德临上班之前呢 把那瓶糖浆随手就带走了 随后张慧也 到了单位 看见丈夫没什么反应 以为是喝的药量不够呢 可没想到中午回家午休的时候 刘福德发病了 接到电话往医院赶的时候啊 他还挺兴奋的 就觉得 哎 刘福德这性功能肯定是完蛋了 可到医院 一看对丈夫进行急救呢 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 趁别人不注意 赶紧返回厂里 把刘福德带去的那瓶糖浆 扔进了一个室外的厕所里 为了自圆其说 晚上又到大药房买了一瓶糖浆放在家里 但是他疏忽了那瓶糖浆的包装盒 据张慧交代啊 看到丈夫毒性发作 又听医务人员说百草窟有剧毒 他非常后悔用这种方法摧毁丈夫的性能力 丈夫临死前一天 趁着病房里只有他和丈夫 张慧把自己下毒的事情亲口告诉了刘福德 百草窟中毒之后 别看浑身痛苦的都不行了 但头脑是清醒的 刘福德说呀 他猜到了是张慧下的毒 但事情已经这样了 而且我也有错 我就不计较了 张慧啊 你一定把孩子带好了 对我爸妈好一点 这样我走也能走得安心啊 安心啊 安心啊 安心